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men 老師 今天來到亞洲協會香港中心 跟大家分享故事 隨處閱讀計劃獲得 賽馬會社區持續抗疫基金的支持 在分享故事之前 想問大家小朋友知不知道何時是母親節 原來是每年5月的第2個星期日 今天就是母親節 你們預備好禮物給媽媽沒有? 我們分享完故事之後 我會教大家用bubble 去做一幅畫送給媽媽 今天我就帶了這一本 媽媽有古怪來跟大家分享 媽媽有什麼那麼古怪的呢? 我們看看 啤啤拿著個放大鏡戴著頂帽 好像什麼呢? 啊! 似小偵探 我們不如看看媽媽有什麼那麼古怪 今天啤啤就去到學校那裡了 不過他就沒有跟小朋友玩 他自己坐在那裡無精打采 他朋友仔的鱷魚就說 啤啤你做什麼事 坐在那裡不玩啊? 你是不是病了啊? 我們啤啤仔就說 哎! 你不明白的了 我很擔心啊 為什麼他這麼擔心呢? 他說我媽媽最近很古怪 不知道有什麼那麼古怪呢? 他說我媽媽最近吃了很多很多東西 好像昨天一樣 他吃了十碗是十碗麵啊 你看多到 還要每一碗都這麼大碗 然後呢 他又很喜歡睡覺 明明昨天下午三點多 我看到他本來是吃下午茶 看著雜誌 突然之間就睡著了 豆豆就很擔心 擔心到呢 忍不住找媽媽 抱著她來哭了 就說 媽媽 為什麼你這麼奇怪呢? 你是不是不舒服啊? 肚子還這樣突出來呢? 媽媽呢 就笑笑口地說 你這麼懂得關心我的 爸爸這個時候呢 就說了 豆豆你不用擔心啊 媽媽呢 其實肚子裡有了小baby 你就來做人哥哥了 豆豆就說 咦? 真的嗎? 他立刻就很興奮了 他說 我將來做了哥哥呢 我可以幫爸爸媽媽做很多事的 我們看看他可以幫忙做些什麼 他說 如果呢 弟弟哭包包的時候呢 我呢可以抱著他 我還懂得唱歌給他聽 學校那裡教了我很多歌仔 而且呢 嗯 大家看看這個是什麼來的 他掩著鼻子 好臭啊 原來呢 弟弟去了廁所噗噗 他呢 就說 我呢可以幫爸爸媽媽手呢 清理這些臭臭的尿片 而且呢 我還會跟他分享玩具 啊 豆豆這個哥哥 都挺大方的 會跟弟弟分享他的玩具 然後呢 豆豆還說 將來我們還要一起去公園 踢球 我踢足球踢得多厲害 媽媽爸爸就說 嗯 你真是乖了 會帶弟弟去公園玩 不過呢 弟弟這麼小時候 他未懂得跑的 你要教他怎樣跑步 以及怎樣踢球 然後呢 哥哥又想了 那 我還可以跟他分享我的薯條 我很喜歡吃薯條的 爸爸就說 哎呀你真是好疼啊 弟弟 不過呢 弟弟這麼小時候是要吃拉 而已 還未吃到薯條 你先留他大一點 豆豆就想 這樣嗎 啊 我想到了 我要跟他一起睡 媽媽就說 那可以啦 你的床 跟他的床黏住來放 那就可以睡隔壁了 那豆豆就滿心歡喜 你期待著弟弟了 聊聊聊的時候 媽媽突然之間 暗住那肚子 哎呀 好痛啊 好痛啊 為什麼呢 會不會是剛才吃的麵多得仔呢 原來不是啊 他要去醫院生BB了 所以呢 爸爸就說 快點啦 快點趕著要去醫院啦 然後呢 弟弟就出了世了 被媽媽抱住了 你看他多小顆 哥哥就說 我現在就已經成為大哥哥了 我和弟弟大了之後 都會永遠互相愛護對方 故事就分享到這裏了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 學像豆豆一樣 愛護你們的兄弟姊妹 分享你們的玩具 亦都可以幫忙到 爸爸媽媽做家務 故事就說完了 我們之後 都會一起做那個Bubble的勞作 我們現在就來做一個泡泡心意卡 送給媽媽做母親節禮物 先和大家說說有些什麼材料 我們就會有兩隻紙杯仔 其實如果你有多幾隻顏色 你可以預備多幾個杯仔 用來裝著這些顏色 然後我們就需要用飲管 這些就是廣告彩了 你喜歡用什麼顏色 你就預備就可以了 然後有些雪條棍 就將顏色和洗潔精混合 然後我們會預備到一些水 和洗潔精 我們就預備一些厚一點的畫紙 因為薄的會怕它會穿 另外我們就可以鋪一鋪桌 讓它就不會那麼滑 另外也提醒小朋友 Bubble的飲管 記著是吹出去 就不要吸進去 因為就會吸了洗潔精 我們先來第一步就是選擇自己喜歡的顏色 我今次就想做一個粉紅色的Bubble 粉紅色是用紅色和白色混合的 我們可以擠得多一點的顏色 因為如果顏色擠得不夠多的話 它擠出一些Bubble 會不夠色彩 就不能穿上紙 我們擠完紅色就擠白色 然後就拿剛才說的雪條棍 我們首先幫它混在一起 變成粉紅色 混合了顏色之後 我們就拿出我們的洗潔精 擠的份量大約和顏色的份量差不多 可以約幾個多 也是用這個雪條棍先拌勻 你會見到如果還未均勻 就會看到洗潔精還要洗潔精 顏色還要顏色 我們要混在一起 它才可以做到一些有顏色的Bubble 混合至差不多時間 便可以加水了 水的份量不可以多 每次加少許 加少許,然後混在一起 否則太多的水份就會令它很稀 稀的話,顏色會很難穿上圖畫紙 我們用雪條棍,將水和顏色盡量混合 準備好紙巾,可以放下這些用具 我們先吹泡泡泡 它在杯子上膏 我們用畫紙繞著 泡泡泡泡會盛在紙上膏 我們可以等一會 或者用手指打開 如是者,你可以再多吹泡泡泡泡泡 我們在不同的角度上 然後再盛住這些Bubble 就會做出不同的Bubble的圖形 其實有另一個方法 例如我在紙的中間 我應該怎樣做呢 我們再一次吹出一些波波 要留意Bubble不是透明的 有些顏色 就證明它是夠色彩 就可以貼上去的時候是有顏色的 如果我要在中間的Bubble 我便把紙反轉 輕輕地放下來 這樣印 第一次好像不夠顯眼 我們可以再做一次 再這樣蓋上它 這樣就會成為中間也有一個圖案 當然小朋友都可以想想 究竟那些Bubble要放在側巾 還是放在中間 我要寫給媽媽心意卡 例如母親節快樂 或者你有什麼訊息 想發什麼媽媽 寫在中間 還是在哪裡 你可以先構思 這就是我們的泡泡心意卡 做了第一隻顏色之後 你也可以拿另一隻杯 做不同的顏色 重複去嘗試 剛才我又跟大家提及到 你看這張桌子 吹完之後就會變得有點混亂 所以記住一定要鋪上桌子 可以和爸爸媽媽一起做 做完出來 效果就會變得很漂亮 今天的故事和小羅作分享 就到這裡 下次再和大家分享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